嗨,今天是中秋节 决定给我家的鼠们做一个自助餐 上一次做还是在去年 盘子都是黄色系的 一个威尼熊还有一个小鸭子 第一个呢,先放他们爱吃的奶酪 然后再来拆一个宠物可以吃的奶酪块 下面如果再加一个棍的话 就很像我们人吃的那种奶酪棒了 剪成小块,他们吃着更方便 马卡的挂龙饼干 这个是真的可以挂到笼子上 还有几块黎乳饼干 再来一盘鼠子们的噩梦爱包草圈 吃了可以变成窜天鼠的火箭饼干 小飞棍男呢 家里有四只鼠,那就放三根吧 每次拿出这个面包片都想往上面挤一点果酱 像自己嘴里的冲动 这个小饼干做的真的好像我们人吃的那种 但是它是宠物专用的 闻着还一股肉松味 今天的零食好多他们都没有尝过 顺便给他们都尝一下吧 吃了这顿自助餐这段时间就先不给他们吃零食了 冻干鸭肉粒还有冻干三文鱼 可送牛角包 这个别看小小一个真的是超级硬 不得不说现在小草鼠的零食做的都太精致了 羊奶果冻 这个势口性是真的好 一会你们看到后面就知道了 这样的话一顿自助餐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可以请他们吃了 先是悟空 他好久都没有上镜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的呀 一上来就狂狂造羊奶布丁 看得出来他真的很喜欢 别光吃羊奶布丁啊 尝尝别的 哎呀我的天哪 看得出来他是真的爱吃羊奶布丁 这么多盘子却只喜欢了羊奶布丁 看得出来他对羊奶布丁是真爱 溜达了一圈好像没有他喜欢吃的 结果又去吃羊奶布丁了 他吃了半个羊奶布丁之后又溜达了一圈 应该是吃饱了吧 那你就下场下一位 自带半永久皮肤的春花登场 几天不见 感觉他的手感又变好了 是因为我的摆放顺序吗 他们第一个选的全是羊奶布丁 那我换一个顺序 让他们从下往上吃 不愧你长得这么胖 一上来就吃大饼干 第二个呢 他选择了冻干肉 打包打包全部带走 看这会儿打包了一堆钱放在家脑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quito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